这是大妈一天的劳动收获,真的不容易 67岁的老人,每天坚持这样的工作量 为人子女的一定要好好孝敬父母 没有父母的辛劳付出,就没有子女的美好未来 咱家老铁认为我说的对了,就双击关注 这是一种狼牙语啊,这个他的嘴巴是用来威慑对方的 遇到危险的话呢,就会释放出这种信号 马上就要2019了,祝愿咱家的朋友们 2019越来越久啊,咱能不能扣个酒 表示一下呢,兄弟们,作品不易,多多支持,好不好 感谢,感谢 咱们兄弟们啊,这次他今天下午在海边发现啊 那搁钱在沙滩上的杀生鱼啊 为了不被别的小动物误食啊 那今天给他买起来啊 表的老且,看到是正在那段子 反正就是一个双鸡啊,老且啊,就不给啊,就不给啊 就妈带不带,就妈带的话给个呗 加关注,看我每天户外干海之包 这是我省了半年的零花钱,买了一袋果粒冰 来灌一下这个沙马馅 我抵个妈咧,怎么全是水啊 这个黑心的老板,有的老铁遇到这样的黑心的老板 反手就是一巴掌拍到了我的脸上 然后双击点亮了小红心 安慰一下我这受伤的脸庞 有人加上我关注 来不兄弟姐妹吗,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了 很多海鲜啊,都躲在洞里不出来 看我直播的人应该知道表面上基本都没有什么海鲜 这只龙尾鱼啊,没隐藏好 露了个尾巴,被我深深拽出来了 听说他跟运皇大帝开了个玩笑 说他一年能找一寸长 运皇大帝就生气了,发他到这沙滩上收海 对,对,对,对